看我起云风飘摇 为我给你采访 毅然黄安举报周子瑜 没有想到害到自己 不但传出被大陆封杀 微博发文野山光 神隐多日的他 又忍不住替自己喊冤 黄安巧巧在微博发文 写着黄河尚有晨清日 冤情岂无朝雪时 十四字的文言文 仿佛悲剧英雄 透露自己又冤难生 不过老爸的委屈 儿子似乎不领情 黄安的儿子发文写着 我只是个不想管 太多事的平凡人 附上一张手插口袋的帅气罩 似乎不太想和父亲站上边 甚至还透露 曾经有想取日本媳妇的想法 似乎完全不怕仇日的老爸 黄安生气 所以他说爸爸带我去 过个明星眼 黄安对21岁独子黄子安 非常疼爱 过去儿子开车撞上卡车 不仅头破血流 还撞坏黄安的兵士 当时黄安不顾是 自己儿子违规在先 护航直骂是对方的错 还说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直接买一辆保时捷 送给儿子 不过这次老爸出事 儿子没想挺 黄安可能觉得很孤单 记者李英伟 陈一宁 台北报道